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问 你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和人家女孩子切磋一下而已 怎么还下去死守了 是不是有些太狠毒了呢 真搞笑 你又是哪里来的杂鱼 想表演英雄救美啊 我看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我的确算不上是什么英雄 路人一个 只是看到你这么厉害 忍不住想讨教几招罢了 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如果我把你给赢了的话 劳烦你之后给徐小姐道个歉 秦丽 真的假的 让我道歉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 想找死了 秦医生 多谢你出手相救 之后就交给我吧 你千万不要莽撞 这人实力很强大 你不是他的对手 上啊 秦缪司 你这小子给颜色瞧瞧 气死我了 我还想听徐小姐出头呢 便宜都让这小子给占了 打起来 打起来 打起来啊 打 徐老 你们请来的这位朋友是什么高手啊 一上来就敢挑战秦缪司 气势可真不小 这 他就是映然的一个医生朋友 其他的我也没多过问 不太了解这个人 这家伙能有把握挑战秦缪司 除了有些胆识之外 实力应该也不容小觑 希望这次能帮上面选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吧 你们两个到底比比够了没 大个架还磨磨叽叽的 告诉你 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武者 怎么样 跟不上我的速度吧 我这一拳要是真砸下去 现在你已经残了 即便你有那么点实力 在我秦缪司面前 也就是个屁 要喝 还挺淡定的 居然还没被吓尿 这就是强者的实力 明白了吗 杂鱼 惹身前说 准备受死吧 秦缪司真不愧是四季的武者 招招狠了 那小子今天估计要掉半条命了 我们家的人就是厉害 我倒会冠军 非他们莫属啊 来吧 宝贝 看我轻轻一招就随便劫过了你 猴子 什么 妈妈 啊 居然一拳就把秦缪司给秒了 这 这小兄弟的表现倒是有点意思 果然他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这个秦力到底是什么人 之前以为他只是个医生罢了 想不到实力居然会强到这种地步 秦大哥 你这也太猛了吧 简直是一战成名啊 没想到秦兄弟也是一个武者 实力还这么强 我都没听小弟提起过 想必你一定是师从某位高人吧 究竟是哪个门派 哪位导师 呃 徐大哥太太救我了 其实我也就是一个人 无门无叛 没事的时候瞎恋恋而已 呃 瞎 瞎恋的 哦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知小兄弟对我们上京的武者联盟是否感兴趣 呃 你是 王统领好 我是上京武者联盟的总统领 王首义 我觉得像小兄弟实力这么强的人 应该赶紧给自己寻找一个归属才是 统领您说的归属是指 我就说明了吧 我手下这些统领职位里还有个空缺 不知小兄弟是否感兴趣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呃 什么东西 邪招 呃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啊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啊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期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是 邪鬼 圣殿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跑了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好 行 好 乐 好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